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 处理好与人关系 老记三句 很多时候 人们往往上一忘记别人对自己的好处 而一旦出现无形的冒犯 却总是耿耿于怀 变成了话不投机半句多 甚至老死不相往来 想想我们身边是否有这样的事例 一般我们把爱记仇的人称作小心眼 总爱戴着有色眼镜看别人 挑别人的刺 搞得同事关系紧张不说 自己过得更不愉快 这叫损人不利己 有人说过一句话 你千万不要记恨别人 这样会让你遍体鳞伤 而对方却毫发无损 所以不要去恨别人 人生在世 要做想过得愉快 我认为要处理好两个基本的关系 一个是与物的关系 一个是与人的关系 处理好与物的关系 就是要乐于享受有限的财富 做到知足常乐 人心不足舌吞象 一个以牺牲自己人格换取物质的人 不论他拥有多少财富 处在多高的地位 都算不上是一个成功的人 因为他已经背离了做人的底线 处理好与人的关系 要记住三句话 看人长处 帮人难处 寄人好处 一 看人长处 人无完人 每个人都有缺点 如果你总是盯着别人的缺点不放 你们的关系肯定好不了 反之 学会换位思考 多看别人的优点 你就会发现 越看别人就越顺眼 就能与人处好关系 就懂得用人所长 一枝独秀不是村 百花齐放村满园 只有懂得与人友好相处的人 才能成事 懂得用人所长 你也就拥有了领袖的素质 学历是铜牌 能力是银牌 人脉是金牌 思维是王牌 这句话是不是很有道理 学会了看人长处 你就握住了王牌 二 帮人难处 就是在别人困难的时候 一定要伸出你的援助之手 也可能是举手之狼 也可能需要一定的付出 只要力所能及就好 起上天花 不如雪中送炭 人在春风得意的时候 你帮他 他不一定会记得你 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 你给予了帮助 人家会记你一辈子的好 在你有困难的时候 人家也会同样帮助你 你的路才会越走越宽 比如人生中 常常遇到的一些事 生病住院 红白喜事 天灾人祸等等 你的帮助 你的一生问候 甚至是一条短信 都会犹如春风水暖 彻底拉近皮子间的心理距离 三 既然好处 就是要常怀感恩之心 要知道 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 每一点进步 每一滴收获 都离不开父母 家人 朋友的帮助 永远记得别人的好 才能每天拥有阳光 每天都有朋友相伴 终生都有幸福相随 相反 总是记得别人的不是 只能苦了自己 当然 完善人格还包括其他很多方面的内容 从现在开始就要记住 我们可以做不成为人 那是极少数才能做到的 但永远不要做一个让别人讨厌的人 子曰 弟子 入则孝 出则涕 锦而信 犯爱重 而亲人 行有余力 则有学文 做得了这一点 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 一个脱离的低级趣味的人 人情 人情 人之常情 要乐善好施 常于交往 平时不烧香 即时抱佛脚是行不通的 所以人的情绪要储存 就像银行存款 存得越多 时间越长 红利就越大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 订阅 分享 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 再见